全國 麥當勞宣布暫停國內辦公室並裁員 因準備發佈裁員通知,麥當勞本週暫時關閉期在國內的辦公室 本次裁員是作為公司更廣泛結構調整的一部分 上星期麥當勞發送內部電子郵件告知部分國內及國際員工 要求他們從星期一到星期三在家辦公,以便麥當勞發佈人員配置決定 麥當勞還不清楚本次裁員的人數,但公告表示麥當勞將在半週內宣布和傳達人員配置的決定 目前麥當勞員工被要求取消與供應商和其他外部方的所有見面會議 麥當勞一月曾表示將審查公司人員配置作為更新業務戰略的一部分 可能導致某些領域被裁月,並在其他領域進行擴展 天下衛士記者 編輯報導